以晨慧的生活的第一份保障 追溯了自己的夢想 被悅台北影片俯瞰台北 加上感性文字與旁白 帶領觀眾欣賞這塊土地之美 獲得台北市有線電視公用頻道 與觀光傳播局舉辦的影片 甄選活動首獎 得獎人驚喜萬分 我這次是用空拍攝影的方式 然後記錄台北的 就是一些各個角落 跟比較知名的一些建築物 還有一些像大安森林公園 陽明山一些的地方這樣子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用空拍的視角 就是重新再記錄一下 這座美麗的大城市這樣子 之前有生活在台北 那所以就是可以看 就有發現台北一些角落 是可以用空拍的方式來呈現的這樣子 能夠蒐集那麼多台北的各個景點 各個畫面 是需要花一段時間來做的啦 對 那畢竟每次來台北 來進行空拍攝影的時候 就會發現天氣不是很好 或怎麼樣 就變成畫面 可能沒有到那麼的足夠這樣子 對那所以就是 應該說最辛苦的就是 這些畫面蒐集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對 我完全沒有把握 可以得到這麼前面的獎項這樣子 對 對 對 進行很開心 就是有 應該說有更加的動力 可以再去做這樣的 就是空拍的攝影這樣子 然後記錄我們製作這個城市 台北甚至是整個台灣這樣子 除了首獎之外 還有兩名優選和三名佳作 作品以各種角度 呈飾台北的人文風景特色 脫穎而出 另外活動總共吸引了 156部作品參賽 這今年作品的特色 我個人覺得跟遺忘有很大的不同 其中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有外國人 他透過歌唱的方式 表達到台北生活的方式 那第二個也有 透過他的舞蹈的表現 他的後疫情生活的方式 更有特色的就是說 他有透過那個什麼飛夜台北 透過空拍的方式 表達台北 把呈現台北的一個特色的 特色的原貌出來 我想這個都是以往我們所沒看過的 一個特色的地方 我們第一名的優選的部分 我們給他一種所謂的8萬塊錢的獎金 那第二個我們 我們有兩個 第二名的部分是給他2萬塊錢的獎金 第三名是給他8千塊錢的獎金 當然還有一些獎座跟獎狀 這是我想跟去年不同的地方 我想這也是吸引了我們的民眾 來參選的一個動機 一個誘因 我也參與這麼多年 我們呼籲我們的民眾 可以踴躍地來使用我們的第三頻道 來使用公用頻道 來使用一個公用的媒體的禁用權 還有表達你的對台北的生活的感想 接近我們的社區 同時我們也是希望獎金不斷地提高 希望你們多多把你們好的作品呈現出來 後異性時代的來臨 我想各行各業 包括我們有線電視 這些可以透過我們這一次的課程 大家不管是從個人或是公司企業 甚至對未來的整個手機的拍攝 跟整個台北城市的介紹 我想是一個很大的注意 那這課程已經辦了連續好多年 而且今年又新增了很多的獎項 首獎的金額也提高 而且有增加行動力獎 鼓勵更多的人來參與 我想這後疫情時代 10月13號以後 我們看到 就像我剛剛在馬路上 或是我剛從新加坡回來 就看到很多的日本韓國的觀光客 都已經湧入到我們的台灣台北來 所以我們也希望 我們不管是得獎的貴賓 或者是參與課程的所有的學員 還是想要報名明年的學員 都能夠來繼續拍你們心目中最美的台北 把台北的故事 你的感情 除了透過台北市公共頻道播映之外 可以透過你的FB YouTube IG 傳給全世界各地你的好朋友親人 那我在這邊也誠摯的邀請各位貴賓 跟來自全世界 還有收看我們這一次影片的活動的貴賓 能夠參加我們2023台灣燈會在台北 在明年的2月5號到2月19號 在我們台北市的信義區 國父紀念館跟台北101跟市政府廣場前 再一次邀請大家來參加2023台灣燈會在台北 台北市公用頻道學會呢 我們是台北市政府跟我們台北市公用頻道的 這些專家學者 一起來努力 那我們最主要的就是要落實媒體禁用權的理念 那民眾可以將你們自己想拍攝的影片故事或是社區 學習任何的台北的故事跟心情 可以透過台北市公用頻道網路上就可以免費申請播出 那希望透過我們 因為近來近幾年來有手機的這個趨勢 那民眾會反映說 手機來拍攝這些技巧呢有需要提升 所以我們跟台北市公用頻道 像今年的王雅為理事長呢 就特別的這個配合疫情時代 開設了線上跟線下的課程 就是希望除了這個進階班的學員之外 可以廣邀這些基礎班的學員 能夠記錄下來 平日你觀察到的台北的 不管是美食故事巷弄的文化等等 把它記錄起來 跟您的家人同事朋友分享 更可以透過這個IG相關的這個網路的媒體 分享到全世界各地 讓大家認識台北 進而愛上台北 進而在台北來旅遊 這是我們台北市跟台北市公用頻道 一起推動公用頻道理念的一個概念 公用頻道每年舉辦營展 影像人力培養課程論壇等活動 邀請民眾透過公用頻道發聲 實現媒體禁用權 記者溫文君臺北報導 記者溫君臺北報導